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刚刚所收听的这首歌曲是 女子天团 Super女子天团SHE的17 也是他们今年成军17年的一首纪念歌曲 很有感觉对不对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有开直播 有开直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 又有一个跟明星一样漂亮的贵宾来 我们邀请到的是 他做了一个好三八的手势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老邪珍的第四代丁义琪 来跟大家聊天 义琪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粉丝团的粉丝们大家好 每次只要三节义琪都会来带来好东西 我现在先来形容一下整个录音间里面的味道 我刚刚还没有走进录音间的时候 我就闻到一个鸡汤的香 然后进来之后就发现 有一碗鸡汤面煮好了 摆在我的面前等我了 香喷喷的呢 而且除了这个鸡汤面之外旁边还有一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义琪 这个是鸡汤面 这个是鸡汤粥 这个是鸡汤粥 鸡汤粥 所以我看错了 这是鸡汤面 这是鸡汤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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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刚刚问义琪这是什么的时候 主要的是在看这个大碗宫啦 这个碗宫有一个靶 这个靶上面居然有一个卡纳赫拉在上面喔 是它吗 是它 卡纳赫拉是它 是这只兔子吗 粉红兔在上面 粉红兔 天呐这个碗怎么这么可爱啊 对 哈 这个应该让上班族看到这个碗 即使泡一个泡面应该也很开心吧 疗愈碗 疗愈碗 而且居然可以把卡纳赫拉坐在这个 这个其实是个杯子对不对 碗杯 杯碗 杯碗 我一定要给听众朋友放高 高给大家看哈 因为呢 这个实在太吸睛了 所以我只要买鸡汤面 就有这个碗吗 对现在我们是跟鸡汤面 鸡汤面里面就会是一个汤 一个面 然后跟一个碗 等一下我是不是帮义琪破梗了 对 因为义琪呢 刚刚呢 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义琪说 我要做开箱文给大家看 他要做开箱文喔 他要做这个卡纳赫拉鸡汤面的开箱文 你看 就是一个漂亮的盒子 粉红色的盒子 然后里面 里面就是这样 一个面 这个是个熟面对不对 熟面 熟面 然后再来就是鸡汤 他们家的鸡汤 好大一包喔 他们家的熟鸡汤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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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好可爱的碗了 打开来 对 我就讲说我 我被 祭琪被我直接破梗 因为我刚才就看到这个 这个好可爱喔 怎么会这么可爱 因为这个碗是不一样的 白色的 对 他有两个款式 可是他也是卡纳赫拉在上面吗 对对对 还是他的小动物 他的小动物 他叫P柱 P柱 所以是卡纳赫拉跟他的好朋友们吗 小动物们吗 对 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们 所以这是卡纳赫拉的小动物 对 我要看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很可爱 所以这是一个疗愈丸 P柱趴在 P柱趴在这个把手上 对不对 对 真的好疗愈 放高一点喔 因为我拍给听众朋友看 然后呢 他也有卡纳赫拉跟他的好朋友 小动物之间的一些图案 啊 我看到了 中秋节 对 配合这个主题 中秋节 王二雅傻了 你知道吗 其实呢 厉害的是中秋节 居然还有月圆在上面 有一个很有感觉 不光是中秋节 还有有一个上班族 上班族才会用这种碗吧 对啊 你可以平常煮个面啊 煮个粥 泡个面 是不是 就是一个在办公室里面拿出来 大家会觉得你好棒喔 让大家都带来愉快的一个漂亮的碗 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喔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啊 哈 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 我刚才其实并没有仔细看耶 你看 这是一个中秋节的限定款 对 中秋节限定款 大家一直在问我们价钱 然后有人居然贴上了卡纳赫拉的贴图 来 怎么买 快点 哪一个 两个 两个 两个都是499 两个都是499 白色跟粉红色都是499 可是这次有限定应该有量 对不对 所以动作要快喔 这有限定的量 我记得老鞋针 在佛跳墙的时候也是 对不对 大家都想要那个佛跳墙的 佛跳墙的那个卡纳赫拉的那个钟 到时候也都抢不到了 对不对 这个的话我们就是做中秋节限定 所以应该我们预计也是差不多中秋节前后就会完送 我们大概都是做限量的 对 然后居然有人问说这有没有盖子 它其实是一个大杯子 因为它是杯碗的概念 它其实是杯碗概念喔 我让义琪拿一下 好啊 义琪拿一下之后呢 义琪筷子给义琪 让大家示范 那当然是我要吃啦 对对对 我示范 就等于是义琪示范 就比如说大小可以看一下 对 其实大小的话就大概就是我们一碗套面的料 那这些料的话就是你自己自由随意添加的 自己加 对对对 我们提供的就是面 面条跟高汤 那这汤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就是狼虎鸡啦 火腿啊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去熬煮出来纯汤 有人问怎么买啊 快点谁回答这个问题 趕快上老邪珍的官网 直接上老邪珍的官网 FB吗 网站 都有网站 上网Google老邪珍 就Google 去Google老邪珍 还有7-11 7-11也买得到喔 价格一样吗 对一样的 一样都是499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也买得到喔 这个不错耶 很好 这个让人家觉得好可怕 你看我 他其实今天一起要来推荐的是那个燕窝月饼跟燕窝凤梨酥 我刚才直接就推走了 我直接 我直接 你要先等一下 带了一系列都是跟中秋相关的东西来的 这个比较好玩 而且我觉得这个卡纳赫拉酱子坐在这里好好玩喔 对 不过这个洗碗要小心 然后还有我刚刚有摸了一下 其实这个瓷还蛮厚的 所以它保温性还不错喔 对不对 对我觉得算还不错耶 批住 批住 今天批住陪我吃饭 我要用右手批住才会陪我吃饭 好好玩喔 每次都有新点子 真的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若瑶 今天邀请到的是老邪甄的第四代 也是他们的行销高手丁一琦 也是他们老邪甄的最佳代言人 因为听众朋友 如果今天有追上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 近拍丁一琦 耶 又漂亮 皮肤又好 你知道都是因为他们家的燕窝 都是因为他们家的鸡汤 等一下 今天现场其实有两个工作人员 也是男的帅女的美 因为他看我这样子疯疯癫癫的 在跟丁一琦互动的时候 两个人都快昏倒了 他从来没有看我老板娘那么三八 刚刚在上一阶段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老邪甄 今年中秋节限定的商品 而且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这两个杯碗 应该是杯碗 对不对 这两个杯碗都会抓狂耶 因为呢 应该是说就是延续你们跟卡纳赫拉之间的关系 还有卡纳赫拉跟他的小动物 是这样讲吗 对对对 卡纳赫拉跟他的小动物 卡纳赫拉跟他的小动物 批柱算小动物吗 批柱算小动物 批柱算小动物 批柱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好可爱喔 小鸡 小鸡 真的吗 批柱是小鸡吗 对啊 听众朋友知道批柱是小鸡吗 我不知道批柱是小鸡 可以讲一个梗啊 他都有一个梗 因为讲到小鸡 有梗 鸡嘛 鸡精 然后就我们就做了一个那个 这个图案就做一个比较创意的发想 就是把小鸡 放在鸡精里面 拿来煮 对对对对 就是熬批柱的概念 熬批柱的概念 熬批柱的概念 因为他是小鸡嘛 然后跟熬批柱搭在一起 所以你看他这个 这个也是中秋节限量的礼盒版 这个我们就做限量就1000盒 哎真的好可爱 就很可爱 就是做一个熬批柱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我看到卡纳赫拉在旁边 很着急的在煽火 在煽火 在煽火欸 对对对对 他在熬它 其实像这样子的卡通概念 一开始是取得日本的授权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这些 可是这些 所谓的这些故事性 比如说可以把批柱丢在 那个鸡汤里面熬 然后还有卡纳赫拉在旁边 煽风点火的样子 这个都是台湾人设计的 还是把概念告诉日本人 日本人处理的 因为他们的作者还蛮活泼的 然后也都很愿意接受 品牌方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们是熬鸡精 然后就觉得那把批柱 放在鸡精里面 那当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相关的 idea跟方向 让他们去想 那因为我们也担心他不知道 愿不愿意让批柱被熬 不是批柱变成一种食材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结合起来 就觉得效果还蛮好的 就是熬批柱 可是我觉得这个作者是有趣的啦 因为作者在画这个的时候 其实批柱不是在熬鸡精啦 批柱其实是在泡汤啦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近拍哈 你说这个只有限量1000分 对不对 限量1000分 因为可以看得出来批柱 在里面很舒服的熬 就是舒服的泡汤 然后呢 卡拉赫拉呢 是在帮他把温度增加 对不对 很可爱的一个想法 好了 听众朋友现在有问题了 反正一起在我们节目现场 一起有人问说 滴鸡精跟熬鸡精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他有回答过 可是我们再回答 没问题 滴鸡精的话基本上 一般现在的厂商就是诉求说 它是不加一滴水 然后是用滴的滴出肌肉表面的肉汁 那像我们用熬鸡精的话 我们里面其实是 其实就是一个骨船的秘方 它里面其实就是要添加少量的水 去把肌肉里面深层的营养给 藉由水为媒介带进去鸡精里面 以前常常有人说 你加水是不是代表说你们的 稀释了 其实经由我们跟时工所一起来回的一些研究 跟实验数据的证明 其实这样子的蛋白质跟氨基酸的含量 都会比同类型 同样用低功法来的更高 现在有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今天有开直播在现场 有听众朋友要更正批注是什么 他说更正批注是小鸟 我们惨了 一直想把批注 行销team的人一直在跟我说 好紧张 不是我们一直想把批注熬了 把批注熬成鸡精给大家喝 没想到大家听众朋友居然破梗了 太厉害了 听众朋友因为真受不了 我们怎么把批注当鸡了 他明明是一只可爱的小鸟 真的很妙 所以等于是你们会跟这个卡拉赫拉的作者沟通 然后让他画出你们要的造型 然后甚至是有一个有故事感 因为日本有中秋节吗 日本有中秋节吗 日本没有吧 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吧 对不对 我知道韩国有 因为韩国一直想要跟我们抢中秋节 所以韩国是一定有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你看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就让大家有一个过节的想法 等于是批注跟他的小动物朋友们 一边赏月一边在吃鸡汤面 对不对 吃一个鸡汤面的概念 这个都是限量 有听众朋友在直播的这个上面留言说 他觉得老邪珍最近这几年创意好多 真的创意好多 现在许若轩还是你们的代言人吗 是是是是 是的 因为我觉得找了许若轩之后 就有一些比较不一样品牌年轻化的想法 对不对 等一下 一琴你好残忍喔 因为到目前为止 对餐剧都离我好远 我来帮你服务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先吃一口面 好的来 因为在这个鸡汤面的影片 刚刚有秀给大家看哈 就是一包就是他们的鸡汤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粗面条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粗面条 其实乌龙面煮起来就是 像我们这种也不太会下厨的人的话 乌龙面还蛮难失败的 我知道 诶我心里想的答案也是这样子 我心里想说如果是细面的话 如果是细面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煮到糊掉 对不对 对不对 压力会比较大对不对 对有时候就是要看 你那个有时候火候掌控不好 失败也是一样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几率 那乌龙面的话 基本上大家放心 如果连我都可以煮的话 你在家也可以煮出一碗好面 好啦我们要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有人说你长得很像林志玲 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觉得很好玩 我讲说奇怪 为什么她都不给我吃呢 然后还有大家 我听众朋友我要讲不是我摊吃 大家可以看一下餐距离我多远 你拿回来 不是 刚刚这个汤匙在这边 刚刚这个汤匙在很遥远的地方 很遥远很遥远 所以害我都没办法 来宾的音量会比较小 因为来宾靠近 因为我一直在那边弄上去 没有没有 不是因为来宾靠近 我的这个直播的这个麦克风比较远 OK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接近她一下 好 就有一点小 不过应该很清楚 我怎么变日本人了 来来来来来 放进去放进去 那你要给家料表 我为什么吃面变那么大声 奇怪 变日本人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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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她长得很像林志玲那么美 可是我还是要给大家看看 王若瑶吃面的样子 对不对 那我先 很清爽的感觉 而且自己加了一点料 其实就是让消费者自己看家里冰箱 有什么 而且面真的很Q 她说为什么行销总监的颜值都是那么高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 哈哈哈哈 行销总监的颜值 等一下 你又可以退下 我说她现在看到的是我 那大家看一下 高颜值 哈哈哈哈 现在是我吗 对啊 有听众朋友说本来没有追上直播 结果听到 有林志玲在现场 趕快追上直播 其实天气忽然之间温度都掉下来了 对啊 有时候来一碗热乎乎的面跟汤 我今天早上自己也是吃粥 而且其实温度掉下来之后 就觉得 就觉得 有必要 要好好的喝 喝这种热汤 而且最重要的吃 有这个碗陪伴着大家 真的 真的很可爱 而且你知道她趴在这个 这个杯柄上 有没有好可爱 我真的很三八 太高兴了 来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老邪珍的第四代 也是他们行销总监 还有是他们 行销总监在那边 等一下 我怎么把男生当女生讲呢 我邀请到的是老邪珍的第四代 丁义琦 来到这里跟大家聊 他们的中秋节的几个创意的商品 而且呢 我刚刚已经吃了义琦 带来的这个鸡汤面 然后呢我其实呢 眼睛一直都在苗嫩碗粥 因为呢 有人讲说 瑶瑶姐放开它 叫我不要再捏卡纳赫拉 我刚刚因为这个实在太可爱 它趴在那边真的太可爱了 因为今天除了汤面之外呢 其实在现场有一碗粥 我觉得这碗粥好纯粹的感觉 而且这碗粥因为你撒了一点点葱花 葱花的味道就好明显哦 对不对 所以这碗粥是自己煮的吗 这碗粥是自己煮的 所以这碗粥没有现成商品对不对 这碗粥其实我们里面的话 它就是鸡汤 然后我们是米板 米板是什么啦 米板我们就会弄成一个圆圆的米板 我知道现在那个很流行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给消费者几个建议的吃法 一个就是米板解冻以后 你就加进去煮粥嘛 那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你也可以把米板直接微波加热 当成早餐 你可以自己DIY米漢堡的概念 你可以自己 如果你米板没有想要加进去煮粥 你也可以DIY做早餐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创意 发想啊 可是问题是一期米板是你会付给我吗 对对对 米板我会付给你 可是米板的目的是因为 它很容易就煮成粥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干净的爆米花 干净的爆米花 干净的爆米花 对对对对 现场有袋 等一下拿出来 你好聪明喔 因为其实我在今年 应该是今年 我有去农委会去做一个伴手礼的评审 也有人把米板直接放进这种干燥粥里面 他其实一冲水 一冲热水 它就会变粥 对不对 我们的话就还要再煮一下 我们要煮一下 就是再跟鸡汤融合一下 这样会比较好吃 然后听众朋友有讲说 卡纳赫拉的外号等于小土匪们 一纸很可爱 都想要会买 等同来抢钱 真的很抢钱 不一样 跟我想的不一样 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 这个其实不是爆米香 对 这个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米 对 诶 我知道 我知道 很久了 只是说我们一直在想说粥到底要怎么呈现 嗯 后来发现这样的呈现对消费者是最方便的 因为其实一期你们家也有米汉堡 对不对 它其实就是米汉堡的这个盖子 是不是 对 其实是类似的就是说它没有刷酱 对 它没有刷酱 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平常在煮成熬鸡粥的时候你就很方便 这个也很快 对而且这样很快 而且你一次的话你就可以量比较好掌控 譬如说像今天我们可能就是拆两个米饭 跟一包汤 你就可以煮成一碗分量刚好的粥 早餐吃热乎乎的粥 而且其实它也可以变成汤饭 就如果你想要吃一粒一粒的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粒粒粒粒粒分明 那它冷冻之后 它会变比较柔软喔 对 它不会这样干巴巴 它不会这样硬硬的 对不对 还是以节省时间为主 其实就很快 但是你大概就是煮个 不到七分钟的话就是粒粒分明的口感 那如果想要比较软烂的这种粥的口感 你可以煮到十五分钟左右 我刚刚其实在一起讲话的时候 我偷偷把这碗粥拿到靠近我一点的地方 其实这碗粥 我没有帮你后制加了一些干贝 除了后制之外 我觉得这碗粥有一个 有一个粘存感 就是粘口的那个感觉 对有一个粘存感 它后制 就比如说后制的部分 它很大方 干贝也加的很大方 葱花也加的很大方 而且我就讲说 其实天气冷了 就很想要来一碗这种热热的 有一点厚度的东西 好了 我要让一起一边讲今年的中秋礼品了 我不能一直在为了我自己 你知道吃的很开心 因为呢 大家知道呢 老邪珍呢 出燕窝月饼出了几年了 对不对 对 有几年 三年 三年 三四年 然后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老邪珍有资格可以吃 可以出燕窝月饼 嗯 你们家在做什么的呢 本业是什么呢 干燕窝啦 然后 就是一些南北货 比较 就是大家知道的 像是燕窝 鲍鱼 海参 我们大概就做这一 一开始 就是发迹 其 主要的营业项目 大概就是做燕窝鲍鱼 海参这些的 南北货 进出口貌 是在迪化街 可是现在你们家的店面在哪里 迪化街一样有本店 可是不是还有 对还有其他的 我们像景州街 就有一个 Roger去过 对就是 比较像是体验店的概念 你想要体验老师 真的各项品上 你就可以到景州街 来做体验 为什么我会问他 有一个门市在景州街 因为呢 听众朋友呢 都一直follow我们超级美食家 那天有一个听众朋友 居然来回报 说景州街没有卖牛肉面咯 应该是假日没有 假日没有 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 跑去吃牛肉面 发现没有的时候 还很失望 跑来跟我回报这件事 不过因为有听 略严姐 update一下后续 就是上次略严姐不是有说 这怎么没有出 对啊 为什么没有冷冻包 现在是有的 现在在那边也是买到冷冻包 所以等于是 所以等于是 第四代 第四代输了 对 你公公赢了 公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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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到这则讯息了 帮大家回溯这个故事啦 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跑去做活动 在老邪甄的这个景州街的 这个新店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有试他们的牛肉面 觉得牛肉面很棒 可是问题是牛肉面好像只有在 他们的店里面现场吃 并没有做冷冻包 原因是因为他的公公要求 坚持牛肉面要用手切 滚刀块牛肉块 可是呢 义齐的老公呢坚持 既然要做冷冻包 就要全工厂自动化生产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 就两个人僵持在那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应该是去年对不对 去年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 就两个人还僵持不下 是不是 最新的进度是 一样还是滚刀的切法 但是就是少量的供应 但是他就是可以买得到冷冻包 就没有办法大量生产 所以还是手切 但是少量的在景州门 是我们有贩卖 就是专门贩卖给老主部 很好很好 对不对 你老公 稍微有一点 对对对 就稍微有一点点 做一点妥协啦 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如果很想要吃老鞋针 他们家 真材实料的牛肉面 就可以去 景州街的这个店 对对不对 好 今天还是回到我们的燕窝 你们每年燕窝都卖 都卖的 你知道也都卖到没有货了 对不对 对燕窝月饼 其实算是我们每年 节令性商品里面销售 算是比较快的一个品项 嗯 嗯哼 因为其实像现在 离中秋段还有两周的时间嘛 嗯 两周的时间 我们就剩很少了啦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再来给大家做燕窝的试吃 哇 好棒啊 今天 燕窝的试吃 什么东东 哦 刀子 我们等一下 我们其实每次都在讨论燕窝 燕窝月饼 因为这已经变老邪针的那个了 我惨了 我怎么一直想要吃这碗粥呢 听众朋友 你看我又把粥拿到我的眼前了 今天早上保师傅有做早餐给我吃啊 我真的很夸张 有没有看到 不是 是因为这个米的关系吗 这个米很柔软 可是不烂哦 我给大家看 其实还不错 对 有人讲说 我们两个人讲话的声音反差太大 王然也要太大声 不是 因为这里收其实是收我啦 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一直都讲说 一期的声音太小 好了 王然也要再吃一口粥 我就把粥拿圆一点 因为我们要来试 我们每次都在讨论燕窝月饼的时候 消费者会不会在讲 一个月饼有多少种的燕窝呢 我们的话基本上 我们在这边大概都是装6克的蜜燕窝 真的有人问这样子的问题吗 会有耶 有消费者会好奇 所以里面 因为它已经跟现办在一起 但是因为这是我们规格的要求 所以里面得有6克的蜜燕窝 然后还有就是蜜燕窝 好我们等一下来讲什么叫做蜜燕窝 还有就是燕窝今年的价钱 有人讲说下次直播蜜燕窝可以一起入镜吗 有啦 我有在想这件事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难度 好我们先测试看看可不可以一起入镜 可以啊 你帮她入镜吗 没有没有 不是 我给听众朋友看你们能不能忍受 就比如说一起入镜的角度就是这样啊 有没有觉得很远 有没有觉得很远 有嘛 不有趣对不对 这样子入镜就不有趣了 这样有很有趣吗 没有吧 当然是要拍一集比较有趣啊 有啦有人这样子做 你知道就比如说用一个这样子测角度给大家看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测角度大家听到的声音应该更远对不对 应该更远一集影响化 这样这样听得到吗 对啊 更远对不对 其实我们俩这样都离麦克风非常远 对啊 声音就更远啦 对 是不是 啊所以呢偶尔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声音有没有更远 有没有 对不对 收音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 对啊 不是在一起当然比较好玩啦 可是我们就变成是 一起 是的 你要给我吃夜窝吗 我们两个人 这样子有没有很奇怪 有吗 对不对 好啦 不玩了 OK 我说你好好爱玩哦 好玩题哦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在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由开直播 而且呢 我们在努力的在跟大家讲 你知道 因为呢是用手机开直播给大家听 所以听众朋友呢 一直都反映说 哎呀 瑞瑶姐姐的声音好大声哦 来宾的声音呢 我现在在公司都是大桑门 第一次被想说声音很小声 对啊 所以王瑞瑶现在为了要搭配特别来宾的声音 所以呢 我现在我要小声一点讲话 是这样吗 立文 我们家妻子立文没有理我 她在玩耍 来 是这样子吗 我要小声讲话 大家才会有一个平均的感觉吗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不管你们平不平均 反正就追上直播 因为我们现在要直接切 老邪真 今年中秋节的月饼 一个是 一个是奶黄 奶黄 然后一个是法式栗子 法式栗子 等一下 你讲的这两个都没有燕窝啊 里面 不是 所以燕窝是基本款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两个里面都有燕窝的 所以不光是奶黄 也不光是栗子 两个都有燕窝 而且我刚才其实在广告的时候 有稍微 有稍微偷问一下 会不会有消费者在问说 这里面的燕窝含量有多高呢 一颗里面我们就会 一颗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要求它的规格是有六颗的蜜燕窝 蜜燕窝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干燕窝我们要先把它发泡嘛 然后因为它必须要跟线融合 所以我们的话就必须要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这是广播 不能跟人家讲给大家看一下 在广播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他们切开了燕窝奶黄月饼的时候 中间有一层夹线 中间有一层夹线很清楚是透明的 所以这个就是燕窝对不对 所以在做这个燕窝的时候 这个其实要用手工才有办法 你知道做它这个内馅把它包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有六颗 对一颗的规格是六颗的蜜燕窝 好那我可不可以只挖中间 我有了我开玩笑了 一个很任性的吃法 没有吃月饼当然不能这样子吃 再切 你这样子太大块了吧 不会啊 真的吗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切 好然后呢一起告诉我们 你们的这个奶黄燕窝的配方来自哪里 这个其实我们燕窝月饼都是跟祁华一起合作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共同讨论一下 研发一下说像这样子燕窝要怎么跟奶黄口味跟栗子口味做互相搭配跟融合 因为他们做月饼的专家 我们是做燕窝的专家 所以两边要稍微磨合一下这样子 然后可以让它的口感跟奶黄和栗子是可以完美的搭在一起 这个其实是好吃的燕窝 好吃的月饼对不起 这是好吃的月饼 是跟祁华 所以其实味道很香 而且我够狠 听众朋友有发现我从中间咬下去 等一下有听众朋友说 要挖中间这一块也实在太专业了 就是想一口气把六克燕窝全部都吃到肚子里面 每一颗都只吃中间 对啊都吃 没有啦 我觉得每一颗只吃中间会受 你会舍不得 因为它的这个奶黄线 其实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很香 所以就是跟专业的人合作 有听众朋友说会很甜吗 很甜我觉得不会 可是因为奶黄 它本来就是一个奶 对不对 对 它本来就是一个奶 然后本来就甜味 然后还有它这个 这是什么 有咸蛋黄吗 没有 有 它其实有一点点打在里面 对 因为我有吃到有一个咸咸的味道 它是甜中带咸 甜中带咸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非常地柔软 对不对 这已经开卖几年了 这应该三四年了 三四年 然后每年我们的量都是比去年再多抓一些些 因为像我们去年就中秋大概前三周 我们就已经没有货了 所以我们有多抓一些些 所以现在还有 所以还有 我觉得每一次一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 我记得在去年前年 他来的时候也都说 啊没货了 我那时候想说 你这样子 听众朋友 对 就比如说听众朋友 赶快动作要快 就比如说 我记得在过年的时候也是 也是卡纳赫啦 大家抢风了 就没货了 就没货了 对不起 对不对 因为这都比较限量发型的一个概念 对 好那我现在要给大家试吃的是燕窝栗子 这个是法式栗子 我们等一下在广告的时候 会跟大家公布价钱哦 好你看 哦 这个栗子的这个断面又不一样了 一样的 它在中间的这个层 可以看到透明状 透明状的这个一层一层 这个就是燕窝 所以其实是看得见的 对对 放心放心 这我都是现场直接盲测 随便掉一掉 没有特质 对 大家可以放心 没有特质 没有特质 因为也没有切出来之前 都不知道是哪一颗 所以我也很紧张 万一切出来的时候 没有那怎么办 其实有一点 大家在吃那种双鸭蛋黄的月饼 怎么切下去 没有 鸭蛋黄 就切下去怎么找不到鸭蛋黄 就很尴尬了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很均匀 对不对 这个是栗子口味 还有啦 我觉得 这个月饼的质地很柔软 听众朋友刚才在问我甜度的问题 其实它是偏甜的月饼 老实讲 因为它的皮 它这个外皮也是 跟它这个内馅 其实都像是有一个豆沙馅的融合 很好吃 为什么有人在问奇怪的问题呢 在问田中千惠 现场这位不是田中千惠 现场这位是老先生 这是第四代的丁一琪 听众朋友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问了奇怪的问题出来 现场这个是迪化街 80年 超过80年的老店 的第四代丁一琪 来跟大家介绍 他们今年 所推出来的中秋节的创意的礼盒 跟他们中秋节的饼 好不好 有人其实看网上有在吃这个栗子 月饼的时候已经疯了 说好想吃 这个栗子线呢 比这个奶黄线更有趣 这个栗子线呢 透过了口水 它就会化开 化开之后呢 留在你的舌面上 就是这种 有燕窝感 有燕窝 对你知道 因为它的这个栗子线已经化 休息一下 广告来了 我还在这里有燕窝感 广告就进来了 对啊 你知道这个其实跟刚刚的这个 奶黄线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看听众朋友 我现在咬一口 你可以看到这个燕窝 有没有很明显 有没有 对啊 为什么有人在问田中千惠 还在问说你爸爸是不是谁 嗯 他不是田中千惠啦 我觉得你们 你可以不用找那个 那个徐若萱来做代言人了 我觉得我们家义琦 我们家义琦 自己就可以代言老邪者了 而且他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大家就在讨论你的皮肤 你知道讨论 大家记得每天喝鸡精哦 对啊 喝鸡精 自愿我 自愿我 好 可是等一下最后一段要留一分钟让我讲 因为今年超级美食家的中秋节的团购 我们是跟日方真状的翠鱼精放在一起 他跟我很好 对啊 我帮他做一下广告 快点call out给他 对啊 我们是跟日方真状的翠鱼精 我们跟日方真状的翠鱼精 然后又有人要叫我放开那块凤梨酥 为什么我要放开这块凤梨酥呢 等一下盖回去 等一下节目开始的时候才要给大家看凤梨酥 可是凤梨酥是新品吗 其实凤梨酥是新品 因为月饼出了以后 因为月饼就只做那个十节嘛 月饼好好吃哦 月饼只做那个十节 后来凤梨酥其实现在就是 等一下 这位才是行销总监 行销总监站近一点 站过来一点 对 大家看一下行销总监的状况 有没有 我常吃那个燕窝跟姐姐 对啊 他们其实都是 他是用燕窝激进洗脸 因为我刚才在讲行销总监的时候 一集就直到这个男生身上了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跟大家打个招呼 对不对 有人一直要扶你为林志玲 他说是老邪真的林志玲 可以啦 对啊 最后什么不好意思 而且其实一起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好多次了 对啊 大家都在这里一直玩 所以他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熟朋友 也是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大家其实有问题 任何问题都现在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上来 好啊 也可以啊 到时候人家说 哎 真的找了田中千惠来上节目 找了林志玲来上节目了 这么有趣 对啊 我们等一下下一阶段会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 先分享价钱啦 广告才可以讲价钱 这是499嘛 对不对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 这是499 这个呢 燕窝月饼 990 如果是有燕窝的凤梨酥呢 有燕窝的凤梨酥是多少钱 699 好 给大家报一下价钱 好那那个大家呢 就可以赶快去追 好 老邪 真的官网 现在就赶快去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因为我知道一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时候 分数都不多了 这个是我很确定的事 好 因为呢 我记得他有一年送我佛跳墙的时候跟我讲说 瑞瑶姐没有卡拉赫拉的钟了 所以我很知道他卖光了 你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赶快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哦 因为大家会发现在广告时间更激动 哈哈哈哈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老邪珍的第四代 呃 丁一琦 一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现场 对啊 他是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了 而且现在 大家在FB的直播上已经热门起来了 大家说他可以变成迪化街的林志玲 对不对 而且呢 呃 今天呢 他呢 除了带来几年 这几年都非常热销的燕窝月饼有两种口味 然后呢 今年还带来了特别的限定的杯碗 刚才这个杯碗也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 卡纳赫拉趴在趴在 你知道这个杯饼上的样子 实在太可爱了 可是紧接着呢 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呢 老邪珍今年在中秋节 算是最平价的一个商品 对不对 对 对 对不对 你不能讲价钱 我们刚才广告有讲 对 燕窝凤梨酥 这是第一次把凤梨酥跟燕窝做结合吗 对 其实早期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性质的尝试 那这次是真正让他商品化 所以以前有试过 对 把他融合在里面 啊 对啊 他老公 对他之前就试过了 很久很久 可是有感觉吗 就比如说在 在月饼里面 一个是奶黄 一个是栗子 就比如说他的纤细度 都跟燕窝都还比较接近 啊可是凤梨酥的内馅 凤梨的纤维 会不会盖过他 但是听众朋友 凤梨酥拿到了之后 不要一直摆哦 对对对 凤梨酥要抢新鲜 因为他的绑层级线也没有非常长 因为他里面是没有加什么 对 变加物的 对 有听众朋友说 那因为是土凤梨会跟那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分辨不出来是土凤梨的丝 这就是我刚刚的问题啊 这就是我刚刚的问题 等一下有听众朋友现在在问一个问题 他说素食可食吗 素食可以吃你们的月饼 素食可以吃你们的凤梨酥吗 奶蛋素应该可以 纯素没办法 好啦听众现在又在追根究底问说 这是观庙的凤梨吗 对对对 观庙 看见观庙的凤梨 有人就在讲说 这是我家乡的凤梨耶 对不对 好啦先给大家看 因为呢 刚刚一期呢 一切为二这个凤梨酥 这是一个长形的凤梨酥 可是现在呢 我在看 其实真的就像一期所讲的 我分辨不出来 它里面的燕窝 可是如果我现在我要问一期 因为你可以回答 在月饼里面有六颗燕窝 对不对 那如果是凤梨酥呢 凤梨酥的话 规格的话 它规定的是2.5 2.5 对2.5克 嗯哼 哦 你们家的凤梨酥好酥哦 嗯 它的外皮做得很舒服 对 我现在咬下去 它已经碎开了 对 我在努力辨识 2.5克的燕窝在哪里 哈哈哈哈 跟凤梨在一起 现在已经跟凤梨在一起了 对 不管有没有燕窝 相信老邪针 因为我实在吃不出来 哈哈哈哈 有吗 有吗 你有感觉吗 一琴在试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在吃的时候 我会觉得 嗯 但是放心里面绝对有燕窝 没有啦 还有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土凤梨的这个馅 其实已经熬煮得很软了哦 对 它的纤维不是那种粗粗的 不是粗的 对 不是奇异果的外皮 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吃凤梨酥的时候 有一种奇异果外皮的联想 嗯 你们家这已经算是很柔软了 对 对啊 可是比较难 你知道就比较 要真的很老实跟听众朋友 比这个月饼难辨识 对 就比如说月饼当然它的含量也比较高 有六克 是不是 对 你这是二点五克 对 可是当初想要加在里面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就是希望带给凤梨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 嗯 就像一般大家说凤梨酥凤梨酥凤梨酥来台湾那是买凤梨酥 但是想要吃一些跟一般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老实在想说我们做凤梨酥切入点 好像要 咦 爹爹有个正常的正当的理由 嗯 终于找到一个切入点了 就是加烟窩 加烟窩 对对对 啊你们家正威还有继续实验东西吗 有有有一直不断的 就是我们也会有继续有新产品的出来 在下半年 在在应该在一两个月大家就会看到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他们家年轻一代第四代 他们在里面有创意有新意的地方 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凤梨酥已经买得到了吗 对 在门市里都买得到吗 对门市都买得到 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追上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你们留言 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 帅气的行销总监都会亲自回答 会亲自给大家回复 就比如说专规 抱歉已婚了 真婚的就不用留了 不好意思 就比如说门市在哪里 是多少钱 大家买了到买不到 你知道限量是怎样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刚才吃到这个外皮 我是一咬下去 它就已经碎了 我给听众朋友看 我的这个手 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 然后可是呢 它是碎了 可是呢 透过我的口水 它就化了 就你们家的这个凤梨酥 我想有可能是要搭配燕窝的纤细感 是不是 对 对不对 听众朋友好急哦 听众朋友现在说 网路上没有看到凤梨酥 听众朋友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很急了 你知道吗 听众朋友下期很短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少批量 少批量的开 所以请他要持续发了 不好意思 对啊 因为一起也很老实 我也跟听众朋友强调 买凤梨酥要看制造日记 对 凤梨酥要越新鲜 越好吃 千万不要买了 凤梨酥买了很多 囤着 越来就越出油 就不好吃了 对 然后还有个听众朋友说 全部都是我太太爱的 荷包要不饱了 耶 我觉得反正就是中秋节啦 反正就是过节 不光是太太 我觉得家里的妈妈 还有一些人 就是你所关心的这些人 应该都可以 在中秋节的时候 都会有比较特殊的这种 对不对 宠爱在里面 是不是 然后有听众朋友问 你看又有人抓到 说你们官网找不到凤梨酥 难道今天这个凤梨酥 是王润瑶特制版 不要紧张 一定有 然后还有有人在问 台中有门市吗 我其实很少在盯 老邪珍的门市 因为老邪珍 我自己知道 他在迪化街有门市 你们在锦州街有门市 101有门市 安和 在哪里 安和哪里 在那个成品旁边 安和成品 我们会开一个概念店 概念店 对 所以比锦州街的那一个 更炫吗 我觉得锦州街就蛮炫的了 欢迎药姐有空可以来 好啊 中南部呢 中南部呢 时间要到了 大家都在问中南部 现在目前真的没有 所以赶快上网 上网好了 上网买 一期时间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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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问中南部 还有人一直在问 燕窝是素的还是荤的啊 燕窝看客人 嗯 燕窝 燕窝因为是燕子的口水啦 所以 其实有一点像是 大家认为牛奶是素的 还是荤的呢 对 一样的道理 就如果你接受 我们有很多客人 有的客人是说 他的吃素是可以吃燕窝的 对 但是有一些是说不行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你接受牛奶是素的 对 我觉得燕窝 应该是归类为素的吧 对不对 没有错 然后已经有老邪针的人 已经连结了老邪针的凤梨酥 在我们这个直播影片上面 现场的工作人员动作好快 那所以听众朋友上官网 如果看不见的话 不要急 其实是买得到的 我们最后一次让一齐 再把这些商品的价格报一下 因为在广告的时候 没有办法 节目上不行 广告可以 我们先从这个限量 1000组的这个熬鸡精 的这一组 看到没有 泡汤的熬鸡精 其实我们官网都是卖 比较大主数的 对不对 我们官网卖 买五送一 所以他也有团购 对我们在官网都卖 买五送一 比较大主数 那如果消费者只想要买 一盒一盒 可以到康世美 康世美有单盒单盒在买 我对 等一下 我对义琦太好了 我都忘记要讲我自己的 那个日方征传的翠鱼精 我们家业务站在外面 好了没关系 因为我们其实翠鱼精的团购 到今天凌晨截止 就这样子 就讲到这样子 晚上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你知道 虽然义琦没关系 所以这一组大主数有赠品 对不对 有折扣 对 如果在官网就是买五送一 好 这个是多少钱 买五送一我们卖的 这多少钱 1680 1680 好 然后呢 这个是有燕窝的凤梨酥 是699 699 好 有燕窝的两种口味的月饼 990 990 然后呢 大家看到了都疯掉的 对 是499 499 有没有看到 我一定要拍它趴在这个你知道杯柄上可爱的样子 499 然后有两款 一款是粉红色 一款是白色 趴在这上面的不是小鸡 趴在这上面的是小鸟 听众朋友听到小鸡快抓狂了 尤其是如果它是卡纳赫拉的粉丝的话 这只是Bird 是小鸟 好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因为呢 对 还有这个 刚刚有这个米 哦 鸡粥 对啊 鸡粥 鸡粥是多少钱呢 鸡粥 那个 449 那个米饼 米饼在这儿 给大家看 你知道它会附这个哦 会附这个东西 我们会附12个 而且大家知道 那个老贤真的东西都是冷冻的 所以你收到都是冷冻宅配 对对对 然后有高汤 然后这个也是 就是高汤面 除了料之外 对 这个料是额外的哈 这个料是额外的 好不好 好 我们要结束我们的直播了 谢谢 谢谢 迪化街的林志玲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有人说现在去门市 保证买得到凤梨酥啊 可以 总监有点头 总监有点头 不是 你告诉他去哪个门市 现在就是锦州 锦州门市有 锦州跟101都有 锦州跟101 不要去迪化街 锦州跟101 有没有 迪化街也应该有 有没有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要结束直播了 谢谢 一起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一起先跟大家讲 拜拜 谢谢拜拜 对 一起先跟大家 拜拜 然后还有南部 现在没有门市 大家网购 网购很方便的 越游人说哭哭 不用哭啊 网购就可以啊 好 我是网瑞瑶 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一起今天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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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